马上带您来关心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 现在开票所的开票率已经达到了7成 那么记者现在就在拆良团体所集结的开票地点 可以看到我后方的这个大舞台 目前的开票数同意罢免谢国良票已经到56458票 不同意罢免票是来到了68440票 那么我们现场也邀请到了上海公民拆良行动的发言人林茵茵 我们来问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有来您的议员钟晓萍先生 他在那个开票前居然说出了要大家不同意罢免 这样子在这个开票期间的疑似违规的行为 您怎么看 我觉得无论是知法犯法还是真的不知道这条法规 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非常荒谬的 那对于钟晓萍他做了这件事情呢 我只能说是谢谢他为国库捐献 OK所以我们聊到这个部分 那也发现说现在已经开票到有一个程度了 想问一下看到现在的战时的目前是 同意的票数是比不同意多了 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我觉得罢免的就是人民最后的自救手段 那我觉得不论经过结果是如何 我们都尊重民意的展现 那我也想告诉大家 不论今天结果是怎么样 那对于市政的监督 对于市长监督 对于民意代表的监督 我们都不能停止 我们这样的行动 其实最主要是想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因为当初我们会站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不停的向谢国梁市长 传达我们的民意 但谢国梁市长都当作没有听到 所以最后我们才会站出 挺出身来 选择罢免这个最后的手段 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之后 无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那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监督自己的民意代表 自己选择的民意代表 如果真的选错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一次改变的机会 我想问一下说 因为听说昨天这个粉砖 疑似有遭到恐吓的这个情形 然后你们有去报案 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 其实那是我们的粉砖 有收到一个民众来的私讯 那这私讯其中就有提到说 他会对我们的投票所颇份啊 或是会绑架小孩 绑架你家里的老人家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的志工非常的 觉得有点害怕 我们也害怕到投票所 投票的民众会遭受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呢 就委托了志工去警察局报案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们全全去委托给检警方去处理 那我们据我们所知道呢 早上已经传唤当事人去报案说明 那下午也会复训 那不过总体来说 我们今天的投票的过程呢 其实是蛮顺利的 所以在此也要感谢警方 然后感谢所有投票的人员 所有来出来罢 同意罢免或是不同意罢免的民众 这都是民意的感谢 谢谢你们 那谢谢音音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现场呢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来到现场这边等待开票 那么我们等一下稍后呢 会为您掌握最新的开票资讯 以下是我们掌握最新情 使用时间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